南投有一名男子他进入超商买了一瓶提神饮料 一边喝还一边跟店员聊天 半开玩笑的学起了广告台词说 喝了再上 但是没有想到他喝完之后瞬间变脸 竟然是亮出了西瓜刀来抢钱 而警方事后就是根据嫌犯遗留在空瓶子上的指纹 很快的将他逮捕到外 在跟店员在那边哈啦在那边聊天 然后他就拿他刚刚去拿那个蛮牛 拿起来再喝 嫌犯进到超商后拿了一瓶提神饮料 走到柜台边喝边跟店员交谈 期间还有多名顾客进出 将近十分钟后 嫌犯趁四孝无人竟然亮出了西瓜刀 胁迫店员交出现金 他老婆就在外面把风 然后他是进去买饮料的时候 司机行抢 嫌犯得手后 从容走出店家逃逸 店员赶紧报警 而他当时在店内自行取出饮料饮用 玻璃空瓶上留下了清晰的指纹 一下就被警方锁定 这个也是我们破坏的一个契机 因为他的蛮牛瓶上面有留着他的一颗指纹 嫌犯原本在台中开设汽车零件行 燃上吸毒恶习之后 不但事业一蹶不振 如今还得面对持刀线抢劫的重刑 记者陈家贵黄总盈南拓报导